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在香港取得非常多的 特權跟地痞 我們怎麼觀察 這個李嘉誠去英國 我們就要拉到政治層面了 他到底對了還是錯了 從現在觀察起來 他感覺風險越來越大 你會怎麼觀察 這個企業家跟政治之間的一個捆綁 這個蔡總統帶著這個 到巴拿馬訪問的這些台灣企業 加起來的資產 跟李嘉誠比起來 可能還不夠李嘉誠塞牙縫 因為還有什麼做餅乾的 笑死人的 李嘉誠怎麼可能去做餅乾 他做的土地都比公司 做的餅乾還多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世光 你不能做這種類的 不 李嘉誠做餅乾給李嘉誠吃 但是李嘉誠這個例子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講 或者對李嘉誠爵士本人來講 我覺得是有點情何以堪 像俊明剛剛也提出來了 英國人自己就寫一本書 把李嘉誠形容為外來的秃英 對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1998年以後 李嘉誠就受封 被英國女王受封為爵士 對 那在1998年以前 他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的 他是大英帝國的子民 是 那現在還有很多香港人 還在緬懷過去 其他爵士 其實李嘉誠腦袋裡面 你看他講英文講多棒 他自己是一個英國人 可是英國人看他的膚色 就覺得你是個假英國人 對 這個最有錢的香港人 對不對 對 在英國人的眼中來講 對不對 還是一個奴才 還是不能夠跟一般的英國子民 相提這個並論 所以我覺得李嘉誠今天這個狀況 他自己要搞清楚 自己的角色跟地位 但是基本上來講 英國對於亞洲 特別是中國這幾年 在歐洲企業的佈局 其實有很大的影響 這個是英國金融時報的一個 諷刺的漫法 就是卡麥隆想借公投 對不對 對 這個退歐公投對不對 然後對不對 來維持這個 留歐的這個基本盤 對 但是這個形式 卻讓他這個 嚇一跳 嚇一跳 沒想到差點 本來是玩假的 結果變成玩真的 如果要不是這個考克斯對不對 與生殉道的話對不對 那今天的英國 可能對不對 就不像 就不是目前我們看的一個局面 另外一點 你可以看出中國企業 這幾年 在這個歐洲的投資對不對 其實已經超過在美國 這條淺色的線 是對美國的投資 這條深色的線 是對英國 對歐洲的投資 歐洲的投資 對 大過對美國 大過對美國 因為相對比起來 這幾年歐洲的經濟不景氣對不對 給了中國企業很多這個機會 那英國又扮演了這個 跳板的這個角色 對 所以英國能夠留歐 我相信對於多數要去英國 或者已經在 多數要去歐洲 或者已經在歐洲布局的大陸企業來講 應該是一件好事 但我們現在要回過來再看 李嘉誠的這個長江實業 還有這個和氣黃埔 我覺得他會 我覺得他已經陷入一個困境 這個有兩個方面可以看出來 他為什麼一直要積極的 去投資英國 第一個 李嘉誠他本身起家 從香港到中國大陸 其實都是靠房地產 還有投資基建 我在節目中 基礎建設 對 你到廣東去 這個 港口 馬路 橋樑 電力 都是李嘉誠投資的 是 為了這個事情 在大陸開放改革的初期 這個李嘉誠算是賺保了 所以能成為亞洲守護 跟大陸的崛起 應該是有很大的關係 對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大陸這幾年的這個經濟轉型 黃地產已經不是當紅炸死機了 對 最明顯的意思 你可以看說那個 萬達集團的那個王健林 他就是由過去的一個 批地的一個草地 草地 草地的一個土地開發商 對 進入到休閒娛樂文化產業 然後甚至於把它的觸角 這個像海外 像日本 像韓國 像美國 歐洲去延伸 而且大部分都是做 比如說飯店業 是 比如說遊艇業 對 比如說球隊 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路子對不對 完全跟他之前走路子不一樣 對 轉型 但是李恰臣你看 他離開大陸以後 到英國玩的那一套 還是一樣 還是跟大陸玩的那一套差不多 對 做基建 我相信他做基建 做久了以後 他就會想辦法 跨足到房地產 是 這大概都可以想見得到 這就是為什麼 在這個不同的時代裡頭 對不對 他如果跟不上這個時代的話 他不但不會變成受歡迎的企業 反而被人家嫌棄 這是為什麼講英國人說 其實我們這個英國都要被這個李恰臣買光了 你知道嗎 對 特別這一次 最近他買 他要宣布買這個英國的這個O2這個 電信 這個移動電信 對英國人來講 這個其中級很大 對 而且也違反了這個歐洲的反陀拉斯法 所以說首先就在歐盟裡頭踢到鐵板 歐盟製委會直接就打他 直接就打臉 就不讓他這個進行這個收購 所以我第二個問題 那就是牽涉到李嘉誠這個企業本身內部的問題 因為你在香港或者說在英國很多媒體 都認為李嘉誠兩個兒子的爭產 還有金英權的爭奪 其實給他壓力很大 你知道嗎 他必須要開拓新的市場 滿足這個接班人 不同接班人的這個需求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老潮州人 即使已經變成國際型的大企業家 這個跨國企業家 但是心底下或者底層 還是脫離不了那個傳統潮州人 做生意的那種思路 這個是李嘉誠或者整個集團 將來繼續走下去 面臨很大的困難